最終,十強的表演已經全部完成了 剛剛每人在台上都寫出渾身解數 Zither Harp There's no way to hide Since you punched my love aside So people wanna all but I don't want nothing at all 能夠你無作別分手 justo當世界沒掌頭 能約定會明白我仍在走路 星夢Jr. 已經來到尾聲 十強的路一點都不容易 經過評判一輪的評分 究竟在十強中 哪四位可以進入星夢2 有了結果 我將會宣佈第一位 將會可以晉級去星夢2比賽的 就是 Crystal 恭喜 我們問Alex Crystal為何會是你其中一位選擇 因為整個舞台的感染力很足夠 讓觀眾很有影響 所以 他宣佈的時候我也很惡然 現在我覺得好像在做夢 第二位宣佈可以晉級去星夢2比賽 是Katelyn 謝謝 我們問問Hana 為何Katelyn會是其中一位 她聲音太有感染力了 太特別了 你一定會紅的 加油 太特別 真是一個很好的複製 在這一行做一個歌手 很興奮 因為我從第一集 都是很期待可以進入星夢2 現在真的很感恩 好 第三位 她是這個比賽 可能最年輕的其中一位 Charlotte 好 好 謝謝 我們問問Christine 你覺得Charlotte為何這麼棒 她從頭到尾 整個包裝 整個表演 她有些感覺好像很專業 忍盡 跳舞也好 我覺得她前途無可行 OK 加油 加油 我最想多謝 爹地媽媽 Aaron Hugo Sunny Wong Aaron 和你們手人 剩下一個位 究竟誰可以 進級 去星夢2 比賽 很老土的情況出現了 竟然有兩個同分 我們先請這兩個位上來 Kily Kily 和Vixie 不要這麼開心 因為你們其中一個是 要再決定的 所以你先站上來 站上來 因為確實 我們四位評判的分數 加起來 之後真的有兩個同分 所以我們現在又要 退庭商議 決定究竟誰 去星夢2比賽 一班評判在後台 經過一番討論之後 最後一位可以進入 星夢2比賽 四強就會隆重誕生 Kily Vixie 就算你們誰出線 我都會支持你的 好了 有結果出來了 究竟是Kily 還是Vixie 球星我們四位評判 有三個 是選了 那一刻 那一刻我真的不知道 誰會進入 誰會進入 還有我唱英文歌 我覺得他們會不喜歡我唱英文歌 那麼久之後的結果 就是為了這一刻 將會可以晉級去星夢2比賽的 學員就是 Kily 恭喜 Kily 麻煩你站在這邊 我覺得他們不會選我 因為我聽到他們 給Vixie的評論很好 有些人說我的咬字很差 所以他們沒有想到我可能會進入 但是我也很興奮 你們給我這個機會 可以做這些事情 恭喜四位 四位將會有這個 Precious Chance 很難多的機會去晉級 去挑戰星夢2的比賽 希望你們努力 希望你們不要令到我們 這個Junior的所有學員 失望 他們全部都是支持你的 OK 要令這個Junior的Show 給點顏色 星夢2看 就靠你們四位了 Good luck 不要哭 不要哭 人生就是充滿忘年 這麼精彩 哭得很早 想哭一睡 我覺得今天的評判是不錯的 有Christine Samson 有杜志祺 有Alex 有Hana 這四位評判 我覺得是 在他們這十八個小孩 是一個很 很幸福的一件事 用這樣的年紀去評論他們 他們很厲害 我現在才知道 原來香港真的有很多 未發掘到的才能 有些心靈是比較脆弱 因為他們小時候 未經歷過這麼多 嘻嘻嘻嘻 這件事對他們來說 一定會有點失落 不開心 之前不肯定我唱歌是怎樣 但參加了這個節目之後 心裡肯定了自己之後 我就更加想去做一個 關於唱歌的職業 在這一輪就落敗了 反而肯定了我想在這方面發展 我的目標可能是 由歌手轉變到 可能是 我希望可以自己 作曲和作詞 這次有一個很好的體驗 也都是令我明白到 什麼是真正的玩音樂 要保持一早的心 我是否更喜歡 是否這麼喜歡唱歌呢 我到現在就知道 我是很喜歡唱歌跳舞的 Eric Sir 經常都說要Humble 一點 我就要收一收回自己 就是我想希望大家 繼續努力吧 不要放棄自己的夢想 如果真的喜歡這件事 就要努力去實現 如果有星夢3 我也會再回來 我很佩服一群小朋友 年紀輕輕 但他們的實力足以 可以鎮壓著這個舞台 其實是我覺得很驚奇的一件事 我很驚喜的一件事 所以我也很期待他們之後的演出 星夢2 星夢2